在温哥华西区 Kitslano被当地人称为Kits 它是著名的Kits海滩的代名词 被国际旅行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最佳城市海滩之一 非常适合户外健身 它占地5.46平方公里 也就是1349英亩 比Downtown,Yale Town和West End 交在一起的面积略小一点 Kitslano北起应该是贝的南岸 南至16 Avenue 东起Brow Street 西至Alma Street 邻近的社区包括东北部横跨布尔桥 和Forth Creek的West End 东面是Fairview 东南面是Shiaanese 南面是Arbutus Ridge 西南面是Dumbar Southland 西面是West Point Grey Kitslano这个名称是从一个Squamish 球长的名字衍生而来的 该地区一直是Squamish部落 Miscreen部落和Talier Wateridge部落共享的领地 这三个原住民部落在这里谱鱼打猎和采集食材 在这个共同的领土上生活了上百年 直到1911年 联邦政府修订了印第安法案 将此地化为保护区域 1946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加拿大的崛起 Kitslano印第安保护区被联邦政府正式征用 后来大部分土地被CPR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收购 在本世纪初七 从Bras Street到Elmer Street的区域 还是一片茂密充满野生生物的森林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街道都是用树木的名称来命名的 比如Suppress 百树 Maple 分树 Lodge 落叶松等等 但是却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来排 其实当时是要求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的 但是因为起草城市规划图纸的人疏忽了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Kitslano的地区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公寓区 那里的大多数原始的房屋已被新的公寓楼所取代 在1960年代 由于房价比较低廉 该社区深受北美各地的大学生和年轻人的欢迎 也同时吸引了许多来自加拿大其他城市和美国的反文化人士 此地也是西皮市文化的两个温床之一 另外一个是Gastown 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该地区因雅皮市文化而变得高端起来 因为比邻温哥华市中心步行即可到达公园海滩和受欢迎的Granville Island 使该社区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之选 根据温哥华市政府2016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Kitslano共有43045人 20岁以下的人口占13.3% 40.1%在20到39岁之间是属于比较年轻化的社区 32.8%在40到64岁之间 65岁以上的人占13.8% Kitslano居民中有74.2%的人说英语作为第一语言 这在西区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这个比例在逐年的降低 5.6%的人说中文远低于西区整体的华人比例 不过目前这个比例在逐年的增加 另外有2.6%的人说法语 0.2%的人讲印第安语 家庭收入平均为72,839家元 其中14.7%是低收入家庭 失业率为5.2% Kitslano居民还有着悠久的社区文化 他们的社区中心名字叫Kitslano Wall Memorial Community Center 位于百老汇街和麦当劳街的交汇处 为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设施 温哥华公共图书馆Kitslano风馆 开业于1927年 是B.C.省最古老的风馆 位于Point Gray Road和McDonald的Tetler公园 是温哥华第一批电影拍摄场所之一 Sappos大街最北端的Vanier公园 是Kitslano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 也是温哥华博物馆H.R.McMillan航天中心 温哥华海洋博物馆的所在地 Kitslano也是温哥华市的有机食品中心之一 在西四街West 4th Avenue和西百老汇 West Broadway的沿线拥有众多的餐厅和零售店 从Belsum街开始的四街是温哥华西区著名的餐饮一条街 除了各式的咖啡店、鱼家馆、寿司店外 还有Lululemon、North Face等名牌店 温哥华最高档的饭店Bishop和Pastors 以及温哥华最好的两个熟店和烘焙店都在这条街上 Kitslano社区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 例如Vanier公园内举行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 2014年起在Granville Island上举行 和户外的莎士比亚节 海滩上的啤酒节 以及海滩上的烟火庆典 土著壁画可视为于Miss Queen,Skormish和Tarlene Wattach土著人民之间的联系 向公众展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 具有当代文化底蕴的土著艺术家 每年的6月 希腊在温哥华西区的希腊百老会几条街区 庆祝希腊文化和美式 Kitslano拥有17个公园 其中包括6个游乐场 一个无皮带狗狗公园 以及温哥华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 Kitslano Beach 俗称Kits Beach 除了海滩本身 Kitslano海滩公园 还包括一家特许经营餐厅 Kitslano游泳池和Kitslano表演船 自1935年开始运营的Kitslano Showboat 其实上是一个露天圆形剧场 以海洋和雪山为背景 整个夏季 表演船都会举办本地乐队 舞蹈团和其他表演者的免费表演 它的目的是娱乐当地的居民和游客 并提供给业余艺术家一个展示才艺的地方 它位于Kitslano Avenue和Kitslano游泳池的南侧 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演出通常从每周一周三和周五晚上7点半开始 Kitslano游泳池有90多年的历史 它是加拿大乃至北美最长的海水泳池 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加热的海水浴场 它长约137米 是奥林匹克游泳池的三倍长 游泳池夹在U Street和Belsum Street之间 位于Kits的正中心位置 夏季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和游客 Kitslano共有三所公立小学 及两所私立小学 公立小学分别是 位于2268Basewater Street上的 General Gordon Elementary School 位于1551Suppert Street Henry Hudson Elementary School 位于193610Ave上的Lord Kansas 三所小学的成绩分别是 5.6分、7分和7分 后两所小学在全省属于中上水平 在21547Ave上的Saint Augustines 是天主教小学 成绩是9.5分 是无容置疑的好学校 不过要想进入Saint Augustines的小学 会有信仰上的要求 还有一所就是在Tenth Avenue上的 Saint Jones私校 成绩是9.6分 顶顶大门的Saint Jones 建于1986年 从幼儿园到12年级都召生 男女混校 现约有570名学生 Saint Jones的校训是 To the future with hope 带着希望走向未来 学校的使命是激励学生 在学术上取得成功 并在毕业的时候 可以成为一位终身的学习者 带着热情、正直 以及对不同背景者的尊重 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学校也提供IP课程 参加IP课程的学生 可以在充满活力 积极参与的环境下学习 并且培养他们交流 独立思考 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 怎样可以申请到 温习的顶级私校 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跟你推荐 非常专业的老师 帮您实现梦想 Welcome to St. John's School I'm Blaine Adley I'm Head of School for St. John's School I've been Head of School for four years This is my fifth school And I have to say It's my best school We're an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school With junior kindergarten students Right through grade 12 570 students And we really believe In the IB mission And philosophy So we're seeking To educate kids To be well-rounded students With the maths The sciences The languages But also very importantly The arts And we're not just Seeking to educate Students to go off To a university Which we do We're also seeking To educate students To be good people Good citizens So service plays A very very integral role In everything that we do At St. John's School I'm pleased to say 100% of our students Graduate and get into First or second University of choice And we're also very pleased To be an internationally Minded school And approximately 5% Of our student body A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at come to study At St. John's 介绍完小学 我们说一下中学 位于2706 Trafalgar Street 上面的 Kitslano Secondary School 是学区内唯一的 一所公立学校 采用英法双语教学 除了AP课程以外 还为有需求的学生 提供了独特的预备就业 Pre-employment课程 为学生毕业进入社会 就业做好准备 学校在文体方面 非常的突出 多次获得各种奖项 最新Fraser Institute排名 是在251所学校里面 排79名 学区内还有一所私立中学 是前面提到的St. John's 一座建于1930年 1932年的五车道 具有艺术风格的布拉尔桥 将温哥华市中心 与Kitslano连接起来 它是Kitslano的地标建筑之一 另一个社区地标 是第六大道和 阿比特斯街拐角处的 一个小的阿比特斯杂货店 该建筑具有繁荣小镇的外墙 和不寻常的拐角入口 它由Thomas Fraser 于1907年建筑 是该市最精致的 老牌杂货店 在McDonald's Difference 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 所包围的地区 仍可以找到 工匠风格的房屋 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房屋 如今在温哥华的其他地方 都难以寻觅到了 工匠风格的房屋 建于1910年至1912年的繁荣时期 它的特点是 装饰的拖架 裸露的水头 山墙末端的虚拟悬架 低矮的山墙屋顶 以及各种质地的装饰材料 在Basewater和Balcarver之间的 第五大道南侧 还可以看到几乎完整的 加利福尼亚工匠房 这房子和最多的房子 都是传统的 所谓的 CALIFORNIA Craftsman Bungalows 所以是由于CALIFORNIA的风格 由于CALIFORNIA 它们在1920年代建设 为兵士从第一次战争战 所以他们不想得到 大幅屋子因为他们不想得到 所以他们很坏的房子 很多的房子 有些是一种重点 我们在前面 另一家的房子 在前面 一家的房子 有三家的房子 所以很多的房子 都被转移到 multi-房子 所以它为了 非常有趣的 与似的城市 因为我们有父母 有很多不同的家庭,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家庭 而且人們也很羨慕他們的家庭 因為我們的家庭,我們一旁邊的家庭 很多的家庭,你會看到他們的家庭 所以他們是建立的城市 所以我們很期待他們的家庭 就像他們在建立的家庭 這是很友善的鑰区 在Kist Duplex 区域中 居民们一直在努力恢复和保留原始风貌 来使这个地区与众不同 所以在这个区仍然可以找到非常实用的Duplex Triplex 甚至是Quadduplex 这种房子的特点是 虽然地不大 但是房子的使用面积很大 是收租金的投资者的最爱 2019年7月收出一个在三界上的Triplex 占地3960尺 室内面积3435尺 收出价298万 另外一个是在一街上的一个Carduplex 有4个独立的出租单位 租金高达10万加币 占地也是3960尺 室内面积4038尺 2019年11月 售出价为317万5 沿着Point Gray Road 一幢幢面超大海的一线海景 千万豪宅一字排开 总共只有7块万尺以上的地聚集在这条街上 温哥华地产局数据显示 一块9000尺的地在2015年的成交价是2200万加币 是这个区的最高历史成交价 目前在售的千万以上的豪宅共有两个 一个是7000尺地的开价1500万加币 另外一个是12000尺地的开价3588万加币 您知道BC省估价最昂贵的住宅在哪里吗 就在这里 这庄位于3085Point Gray Road的豪宅 俗称Chick Wilson豪宅是BC省富豪 卢罗南门创始人的府邸 2020年政府估价6500万加币 2019年政府估价7300万加币 这个豪宅建于2008年 占地3万平方英尺 是它左右邻居土地的三倍 是这条街上当之无愧的帝王 在没有比它更大的一块一线海景地了 室内面积15694平方英尺 它是BC省最昂贵的十大住宅物业排名第一位的豪宅 并且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帮手 在Kitlano 独立屋占60% 半独立屋占5.6% 独立的妈屋占12.2% 5层以下的公寓 5层以下的公寓 占66.8% 5层以上的公寓 占6.9% 超过一半的居民 居住在5层以下的木结构公寓里 目前在售的公寓 由于房龄面积地段等等原因 价格差距很大 最低的每尺720左右 最高的每尺高达1765 房屋的出租率为56.7% 新一点的单身公寓可以租到1800块钱以上 地段好的独立屋租金可达上万 我们来看一下KITS区不同类型房屋的近5年的价格变化 2015年1月的地产局数据显示HPI的价格 独立屋是172万6900 公寓是40万8900 城市屋是69万8100 截止2020年3月 独立屋已经上涨到了218万8700 公寓64万0100 城市屋100万054,900 独立屋的涨幅为26.7%平均 公寓的涨幅为56.5% 城市屋的涨幅为51.1% 这个区近5年公寓的涨幅讨赢了独立屋 我今天介绍的KITS区历史悠久 它与其他区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 小弟老房多 西区的标的基本是4000尺左右 而KITS有很多3000多尺 甚至是2000多尺的地 换手很频繁 投资出租收益很不错 比如200万左右 可以买到有3到4个独立出租单位的投资房 租金收入高 我前面提到几个案例可以参考 由于人口以本地人居多 新房较少 大部分的房子建于980年前 靠近海边的Point Great街最近新建房屋不少 但价格不费 都在千万级别 BC省最贵的豪宅也在这个区 所以导致房价两极分化严重 目前地产局数据显示 该区在售的独立房 最低的价位是145万 最高价是3588万 第二个特点 由于几十年来西匹市的传统 KITS的居民们生活习惯比较自由散漫 又由于临近海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到了夏天海边的咖啡馆餐馆 歌舞神品 人满为患 相对嘈杂和热闹 当然西四街和西Broway上有饮食一条街 也使生活非常的便利 第三个特点 华人一般买温西是看中校区 今年温西校区有了很大的改变 KITS地区以往是西区不太好的学区 鲜有亚裔华人感兴趣 因此房价一直是处于低谷的状态 但是今年KITS中学 有以前的百名外的学校 一跃成为在251所中学里排79位 而以前传统的好学校 Miggy, Point Grid, U Hill等 都跌出了100名以外 所以最近KITS成为很多买房者的新宠 所以不管是找学区房 还是找收租金的投资房 还是想找享受海滩或外活动的公寓 以后是一线海景的千万豪宅 在KITS区都可以帮您实现您的梦想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